在一个女性的成长过程当中 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碰到过性骚扰的 虽然已经是很多人的共识 但是确实也碰到过一个女生说 没有啊 我就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事情 然后有很多类似的事情被翻出来的时候 你才会意识到啊 这就是性骚扰吗 这个行为它一定是跟性有关的 它可能是一种性要求 是一种性内容 是一种性暗示 是一种性含义 最让人讨厌又无可奈何的 又特别愤怒的是职场性骚扰 最近有一个热点话题 对于各位专家来说叫做不图快 对于我们很多群众来说 我们想不问不快 这个话题就是关于性骚扰 那我先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参与讨论的 一个是我们红风热线 就是一条妇女心理咨询热线 1992年就开设了 到现在三人多年了 我们的侯志明老师 然后呢 这边是中国政法大学的 陈碧副教授 您是证据学方面的专家 还有一位呢 是我们的吕肖群律师 北京千千律师事务所 对 你们也在这个问题上是 特别有发言权 那么我在前期跟两位打电话的时候 我们聊的时候 咱们是不同年龄阶段的 我很吃惊的是你们说了同样的一句话 就是说在一个女性的成长过程当中 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碰到过性骚扰的 在网上有人的话叫做没有一个幸存者 我一开始以为可能都是一种个体感受 但是一说出来发现大家是一种共有的经历 好像是有这样一句话 就是没有一个女孩 是没有经历过性骚扰长大的 我曾经想用这句话 作为我一篇文章的开始 就是在聊性骚扰这个法律话题的时候 但是这句话如果放在文章的开头的话 如此耸人经文 因为有很多人都觉得不会吧 不是这样的吧 但是尤其是男生 尤其是男生他会觉得怎么可能 朗朗乾坤 这么好的法治环境之下怎么可能呢 性骚扰是一个这么吓人的话题 然后实际上我后来用同样的问题 问过几个女孩 虽然已经是很多人的共识 但是确实也碰到过一个女生说 没有啊我就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事情 然后我不太信啊 我又说你都二十好几岁了 这门会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事呢 然后他想半天说 有这么一个场景我不知道算不算 他说有一天我在学校的操场跑步 然后突然他又在拐弯的时候 有一个男的突然停下来 然后就是露出了他的下半身 就是我们在法医上讲的录音辟 然后他说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 他说当时我也没有特别害怕 只是愣住了 然后就是在我待落幕期的时候 那个人就走了 然后我说呢 这还不算呢 这非常典型 对怎么才算呢 这都不算吗 然后呢 你就开始去回忆自己从小到大 经历过一些什么事情 然后有很多类似的事情 被翻出来的时候 你才会意识到啊 这就是性骚扰吗 所以性骚扰实际是一个 就是它是一个社会化学习的过程 你可能会随着年龄啊 社会经验啊 然后你才会懂 我也经历过这么一个时刻 就是我也说 我跟周围的朋友聊 跟他们聊完我就说 我相信了一句话 就是在跟你们聊之前 我觉得叫生命是一席华美的袍子 你们聊完 我才发现上面长满了狮子 就原来你经历的这些场景是 原来是性骚扰 比如说我说我有一次 我推着这个自行车在走嘛 有一个同行的一位这个男士 比我年长一些 就是他就扶在你后头 然后我想他是想帮我吗 可是自行车推着也不费力 然后就手会这样 他们说这是典型的叫上下骑手 你不知道吗 我说 我说原来是这样的情况 您这个电话热线这么多年 肯定有很多 你这句话算问对了 我们这个热线 热线本身的接线员 在接线过程中也会遭到性骚扰 天哪 就是说你觉得 对他就是用语言在 因为他虽然 他是语言 对他用语言来骚扰你 一边有语言 一边直接在做着动作 你能感觉出他的呼吸 天哪 这是一种 好多种 还有的是什么呢 这个打来热线以后呢 他就问 我想咨询这个性问题 这个什么大小长短 多少时间 你的情况怎么样 您这个热线 我们是妇女热线 我们以为只有女性 才会打电话求助 有男性 我们男性差不多占到 18%到20%左右 在男性来电中 第一位的是性问题 但女性呢 在女性第一位的是 是有第三者 或者要不要离婚 我们把它叫婚恋情感问题 占第一位 就是性骚扰这个话 性骚扰的话题 在女性来说 比较多 比较普遍 这个性骚扰呢 其实发生在这个公共场合 挺普遍的 明明很宽敞的路 非常 你以为他要问路 实际上不是 就是陌生人之间都会发生 大量案例 经常遇到这样的案例 但是呢 这里头最严重的 最让人讨厌 又无可奈何的 又特别愤怒的 是职场性骚扰 这个就是大家最好奇的 就是性骚扰这个事 怎么定义呢 有的人现在觉得说 我可能跟女同事 开个玩笑 或者一种爱护 或者什么 怎么 我这个算不算 就很多人现在 对这个定义的事 还搞不清楚 我之前在这个微博上 就问大家嘛 关于这个话题 大家有什么这个疑问 我发现大部分都问的 其实就是关于说 怎么界定 那当然不同的人 他的这个知识背景啊 他的成长经历不一样 他一定会出现 对这个问题不同的看法 对 刚才讲的 你认为是性骚扰 那我认为是开玩笑 我认为是领导 或者长辈对下属的 对吧 后辈的一种关心 这种讨论就一定会存在 我个人以为 这个性骚扰的界定 至少有具备 三个核心要素 缺一不可 第一个核心要素 就是违背他人意愿 对方不愿意 或者说叫做 不受他人欢迎 我觉得这个词 可能更加的准确一些 当然目前我们用的是 那个违背他人意愿 这样一个词 那么第二个核心 构成要件 这个行为 它一定是跟性有关的 那可能是一种性要求 是一种性内容 是一种性暗示 是一种性含义 对吧 跟性有关的一个行为 是它是相对方 产生一个不适感 第三个构成要件 就是主观裁面 这个问题有很大的争议 就是主观裁面的 我个人以为 规于性骚扰的界定 它应该只需要看 相对方 它的主观意愿 我对这个行为 是不是抗拒 我是不是欢迎这个行为 如果你欢迎这个行为 那很明显 双方构成合一 肯定不可能 是构成骚扰 如果说我对这个行为 表现出明显的抗拒性 对吧 你再接着 我已经明确指出来 对吧 抗拒 然后反抗 然后你再次实施 我认为很明显 这是个性骚扰行为 而不需要去考虑 所谓的骚扰实施者 他在实施这个行为的时候 他的主观目的 他的企图是什么 这三个核心就已经缺一不可 别动别动 周济 别动别动 你这是要打飞机呀 都到天上了 来来来来 对手 眼睛看前方 慢慢上慢慢上 留头留头 好好好 都对都对都对 你干什么 是风吹 对 放 放回去 放在那里 对对对 好 好回去了 好好好 对对 唐董 您是来打高尔夫呢 还是来跳华尔兹 我说怎么哪儿都有你啊 我这不是看您唐总球技好吗 想跟您较量两个儿 我发现你呀是真没眼灵劲啊 这没看见我叫初期打球呢 再说了你行不打得过我 行不行试试看不就知道了吗 毕竟您是来打球的对吧 这初期呢长得也不太像个球啊 您都快把它盘包僵了 你什么身份跟我这么说话呀 在今年3月8号刚好是国际妇女节这一天 那个人地资源社会保障部 还有那个最高级六个部门 联合出台的一个 关于消除工作场所性骚扰的 一个制度的事情范围里面第二条 那个定义基本上把我刚才是讲的 三个关于性骚扰的核心要件 全部写到里面去 我觉得那个东西非常好 本制度所讲的性骚扰是指 违背他人意愿 采用文字 图像 肢体等等这些行为 使他人产生与性有关的无视感 然后那个不需要考虑这个骚扰实施者 他的主文目的条意图 但很遗憾的是 他只是一个六部门的一个联合的指导意见 并不具有法律强制力 所以下面我的基本的看法是 我觉得应该把这个六部委 这个意见里面的这个东西 将来应该上升到最低层次 也得是最高法的司法解释 最高层次应该是国家立法的层面 而下一步就是说 这个概念怎么从一个指导性文本 上升到一个在实践或者生活层面 被大家都去广泛去演的一个东西 对了 就这个问题 就是可能在你们法律工作者看来 这定义已经很清楚了 可是在我发现我们讨论当中 就很多人会觉得说 那什么叫引起对方的不是 或者是他不受欢迎 有的人觉得 你看我给你发微信 你也给我回了 没有觉得你不愿意 您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所以就是刚才李律师讲的 它是个参考文本里面的定义 这个参考文本它有一个目的 它是用在哪里的呢 它就是用在刚才何老师说的职场里的 这是专门为职场制定的 一个参考文本 就是说如果你作为一个公司 一个企业 包括像我们的教育大学 因为这里地方存在着最大量的 上级下级 我是老板 或者是我是导师 你是学生这样的上下级关系 越是在这种地方 越容易发生 就是有权力关系的地方 有权力关系的地方 但是因为有权力关系的话 它就很可能会 我有不是 我也忍 我也就为了显示 我还有一定的职场经验的人 他会有什么反应呢 他为了显示自己有情商 他甚至还会 他不会马上就给你翻脸 因为背后是饭碗 对 背后是饭碗 饭碗和发展 对 所以他不会马上给你翻脸 他好像还得回你的微信 他还得和你打交道 对方实际上不是不知道 因为我们之间还得有业务 我还得给你汇报工作 我们还得交往的 在这种情况下 他就得回 如果在那个过程中 你不停地进行 和性相关的这种暗示 挑逗 比如说你今天头发真好看 这个跟性相关吗 头发好看怎么就跟性 下面呢 那就看下面会继续聊 如果你只是表扬 说你今天很精神 没问题 这就是工作上很好的关系 上下级很关心的关系 那他也许望下就会说别的了 对啊 比如说我们说有一些例子 就是你可以听一下 你觉得他有没有性暗示 他会说你长得很漂亮 没问题对不对 然后他下面会说 你坐起来很端正 这个听上去也没有 然后你走起来像带着风 这样听你也觉得还OK 然后他下面一句话就是 我不知道你睡的时候 是什么样子的 就是他会是一个连续的 让你就会从连续的里面 能够听到性的暗示 因为那前面是前奏 对 正文还没下来 会不会有人如果 只听了那个前奏 他就说你夸我漂亮 我觉得也冒犯我 可以吗 那倒是 其实漂亮我觉得就是还好吧 漂亮如果在工作场所 有人夸你漂亮 我理解他还是一个 礼貌的一个体现 但是你看他可以 一步一步的就到和性相关的 另外本人会有直觉 这个直觉我们在预防性侵的这个 特别是给小孩子讲的时候 就是连动物 连植物都有的一个直觉 你看一两岁两三岁的孩子 有的人一抱他他就哭 这都是直觉 人生来就有了一个自然界的一个正常现象 所以我们告诉六七岁五六岁的孩子 当你感觉这人对你不怀好意 你感觉不舒服 马上离开他 对 好说你们这个教育特别特别重要 很多被性骚扰 不知道抗拒 或者还在礼貌的回复的女孩 可能都是没有经过这种教育的 因为他们还会觉得我要有礼貌 我要听话 我也许靠乖我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其实是解决不了的 再一个就是孩子在成长过程中 他有时特别缺少母爱父爱的情况下 那别人呢给一个拥抱啊 你好孩子呀亲戚你啊 他会感觉很舒服